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聽《我產港招聯精華》節目 我是Lizie 陳凱文 因為星期三下午 政府正式宣布新的防疫措施 令到當晚進風對李文的精英杯賽事 需要轉為閉門作賽 為了不想令到一眾的球迷素姓 東王當晚就臨時將賽事轉為直球 非常感謝國風的努力促成這件事 事不宜遲 馬上看看當晚比賽的精華 正英杯進風對李文的賽事 賽前政府宣布的防疫措施 令到這場球開賽前 在旺角場臨時要改為閉門作賽 上方這場陣容都作出輪換 進風就有曾仲南 和門將羅浩陽重返正選 李文方面 敵高需要停賽 王浩進也繼續客串前鋒 開球第一個攻勢 李文就已經找到機會 王浩進彈骨直線被李康廉推入禁區 中路的亞哥斯達後想一撞入網 開球未夠兩分鐘 就已經為球隊打開紀錄 連續兩場有波入 組斷的李文入局相當快 領先之後繼續圍攻 王浩進橫傳中路 用許濤回後 顏諾峰試一腳但偏離目標 跟著是李文的死球攻勢 進風的球員意外撞回門前 顏諾峰把握到機會 命都不要門前一踩入網 上半場十二分鐘領先到二比零 李文的左路攻勢相當活躍 李康廉交給中路的亞哥斯達起腳 不管這腳就沒甚麼威脅 繼續是李康廉的穿針隱線 但今次殺入禁區的翁許圖 就心急了少少少 未能威脅羅浩陽 上場黑串前鋒有斬獲王浩進 之後壓入禁區 亦有一腳賣門 可惜撞眉頂彈出 未能為球隊再增添比數 進風在上半場後段迫搶開始有效果 接球後加給中路的王偉國 胸口一照右腳一扣 整個動作相當流暢 可惜越位再先 完半場前李文再有埋門 李康廉截到球後直線送入禁區 張希賢被對方力壓下起腳 羅浩陽也輕鬆活受 李文就是這樣帶著2比0回到更衣室 李文的球員透露 今場他們的更衣室都播著離別的歌曲 所以特別珍惜餘下的時間 換邊後亞哥斯達帶頭策動反擊 交給右腦的張希賢單對彈 流暢的一扣一撥擺脫對方 不過射門只是射中網側 進鋒跟著換入王政德、邵雲進等等 希望可以改變戰局 而李文亦有道查祖利亞和洛迪古斯 兩大中鋒後備登場 洛迪古斯一落場就有攻勢在他身上 直線交給亞哥斯達再斜拳 但被增中男先到一步解圍 道查祖利亞亦略顯攻架 接到球後在人從中找到空位起腳 幸好羅浩陽亦有集中精神 進鋒整場比賽都好努力 亦都在84分鐘找到回報 後面上陣的艾斯達維 鬥底接應橫傳中路 陳家豪有少少失誤 費利普薩後想把握到機會 追成1比2 比賽尾段掀起了陣高潮 賽前進鋒揚言力球1分 王偉國把握頭錘機會 將球算入網 可惜再次越位在先 空歡喜一場 最終李文有驚無險 全取3分 以2比1擊敗進鋒 正英杯積分榜方面 東方龍師繼續坐穩榜首位置 結支2分之差排第2位 冠中南區18分排第3 李文贏球後 仍然踢小兩場排第4位 標準流浪排第5 進鋒第6 香港於23第7 港會暫時排榜尾 經過這場比賽後 直到1月20號前的港超聯 以及正英杯 總共9場賽事都會延期 至於之後的安排 各位球迷就記得留意足種網頁 或是我撐本地坡Facebook專頁的最新消息 希望一切可以盡快回復正常 我們可以好快再見 拜拜